关于灯笼的最早记忆 是儿时元宵节打灯笼 那时候有一班不怀好心的书板 一惊一乍地提醒我说 看,你灯笼下面粘了鸡石 等到我半信半疑地把灯笼翻过来看时 青岛的蜡烛已经把灯笼烧出个大洞 喜欢灯笼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它是暗夜里的光明 与您分享吴博霄写于抗日战争前夕的一篇文章 灯笼 虽不像铺灯鹅 矮光明而至焚身 小孩子喜欢火 喜欢光亮 却仿佛是天性 放在暗屋子里就哭得饱 点亮了灯 哭声就止住了 碎烧寒夜 玩火玩灯 除夕燃滴滴金 放焰火 是孩子群里少有例外的事 尽管大人们怕火火烛烛的危险 要说玩火黑夜逆炕那种寂静恐吓的话 但偷偷还要在神龛里点起竹来 连活活的太阳算着 一切亮光之中 我爱皎洁的月华 如废的繁星 同一只夜晚来挑着照路的灯笼 提起灯笼 就会响起三家村的犬吠 村中老头鹤狗的声音 就会响起庞大的晃荡着的影子 夜行人咕咕噜噜噜的思雨 响起祖父雪白的胡须 同红亮大方的弹土 坡野里响起跳跳的灵火 村边设系台下 响起闹嚷嚷的观众 花生蓝 冰糖葫芦 台上的小丑 花脸 贵堂谱 司马仪探山 真的 灯笼的缘结得太多了 记忆地往里挤着的就都是 记得 坐着公正香身的祖父 晚年来每每被邀去 五里摇的城里说是 一去一整天 回家总是很晚的 凑巧若是没有月亮的夜 长公李五和我便需应差去接 伴着我们的除了李老五的许家常 便是一把腰刀 一具灯笼 那时自己对人情事故还不懂 好听点说 心还像素丝一样纯洁 什么征送吃官司 是不在自己意识领域的 祖父好 在路上轻易不提 斡旋着的情势 倒是一路数着千牛之女星 谈些尽情赶口的掌故 雪叶驰马 荒娇电素 每每令人望路之远近 村犬摇摇向灯笼废了 认得了是主人 进前来却又大摇起尾巴 到家尝试二经时分 不是夜饭吃完 灯笼还在院子里亮吗 那种嬉戏然庭院的静幕 是一辈子私目着的 路上黑 打着灯笼去吧 自从远离乡景 为了生活在外面孤单地挣扎之后 像这样慈母中吩咐的话 也很久听不到了 每每想起小时候在村里上灯穴 要挑了灯笼走去 挑了灯笼走回的事 便深深感到惆怅 母亲给留着的宵夜食品 便都是在亲手借过了灯笼去后 递给自己的 为自己特别预备的那只小的纱灯 样子也还清清楚楚记在心里 虽然人已经是站在青春伪梢上的人 母亲的头发也全白了 相俗还愿 唱戏 挂神袍而外 常在村头高挑一挂红灯 仿佛灯柱上 还照里有些松柏枝叶做点缀 挂红灯 自然同圣符舍查 喇叭诗周一样 有着行好的意思 松柏枝叶的点缀 用意却不善了然 真是 若有孤行壳 黑夜陌路 正自四面虚惊的时候 忽然发现 星天下红灯高照 总会以去村不远 而默默高兴起来的吧 唐明皇在东宫 节会采高五十尺的灯楼 遍玄诸玉金银 而风至羌然的那种盛事 太古远了 很无缘观赏 今无不尽的那元宵节张灯节彩 却曾于太平封年 在几处山城小县里凑过热闹 跟了一条龙灯 在人海里跑半夜 不觉疲乏是什么 还要去看庆丰酒店的跑马灯 猜原亭游访出的灯迷 加莱睡 不是还将一挂小灯 选在床头吗 梦都随了蜡火开花 想起来 祖节远嫁 大宋大营 曾听过彻夜的鼓吹 看满街的灯火 较前较后 虽不向宋史一味志在 准有打灯笼子亲士官八十人 但辉煌景象已够华贵了 那时子家仿佛还是什么金棍 鱼金是破落户了 近视地的观弦灯 该还有吧 垂珠连笼的珠门 却早已褪色了 用珠红的沙灯上描颂体字 从前很引起过自己的喜悦 现在想 当时该并不是传统思想 或羡慕什么富贵荣华 而是根本就爱那种玩意儿 如同漆黑大门上 过年贴单红春帘一样 自然 若是沙红上的字是 上书府 或某某县正堂之类 懂得了意思 也会觉得不凡的 但普普通通 一家纯德堂的家用灯笼 可也为时勾不起爱好来 宫灯还没见过 总该有脆雨流苏的装饰吧 假定是暖蓉蓉的春宵 西宫南内 有人在衬了灯光调绿嘴阴格 也有人在秋千锁下 缓步寻一脉幽俏 意味应是深长的 虽然 好疑似杨子江 驾小舟 疯狂浪大 浪大疯狂的汉县地 也许有灯笼作吧 但那时人的处境可觅 辣泪就怕数不着长了 罪状是塞外点兵 吹脚连营 夜深星蓝时候 将军在挑灯看见 那灯笼上 你不希望写的几个 陡方大字 是霍嫖瑶 是汉将李广 是唐朝陪宫吗 雪夜入菜 同胡人不敢南下木马的故事 是同日月一样 亮起了人的耳目的 你听 正潇潇斑马鸣也 我愿就是那灯笼下的马前足 唉 壮 雨晶灯笼又不够了 应该数火把 数碳海灯 数燎原的 一把烈火 一件再平凡的物事 一旦参与进你的生活 并且给你留下 不可磨灭的印记 你就可以被这件事 牵引着 走进历史 走进人群 走进对哲学的探究 走进对未来的向往 好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